女人半夜里听到楼下传来声响 她不听警察的警告非要自己跑路 结果下一秒 身后的肛门竟然慢慢地迅速自动打开 一阵尖叫声过后 电话那头便没了声响 一年后 探员火速赶到了现场 别夜里漆黑一片 探员在地上发现了摔坏的老年鸡 女人也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现场并没有发现强行闯路的痕迹 然而女人肯定是受到了巨大的惊吓 才昏迷了过去 很快消防员就将女人救醒了过来 女人惊慌地大喊着要出去 探员询问她到底看见了什么 评论区输入保护动物 就能触发这个隐藏的彩蛋 还不知道地抓紧去试试吧 消防员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果然在地上发现了大量的面包鞋 她撞着胆子打开了肛门 眼前的一幕瞬间把她吓傻了眼 我的天哪 居然是一只小浣熊 女人很快被送往了医院 消防员也帮她把家里的狗洞封了起来 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 可没想就在第二天 还是相同的地址 再次拨打了报警电话 这次是女人的丈夫打来的 结果话还没有说完 电话里面就传来了几声枪 同一个地址一天之内 竟然遭遇了两次入室抢劫 探员在现场发现了大片的血迹 同一地址发生两起入室案 并且间隔不到12个小时 这让办案的探员怎么也不敢相信 这样的概率比重彩票的概率都要低 果然经过调查发现 近几个月来发生了几十起类似的案件 案件都发生在豪华住宅区 每件案子发生时房主都不在家 并且劫匪竟然能够来去自如 但是探员很快发现 每次盗窃案发生之前 房主都发生了一些意外或者突发疾病 这些人都拨打了911救援电话 而且接线员每次都会询问一下问题 难道说接线中心出现了内鬼吗 很快探员就来到了接线中心 然而经过调查发现 这些案件的接线员并不是同一个人 就连派往现场的救援队都不一样 所有的案件根本就没有共同点 就在大家疑惑的时候 接线员突然发现了什么 他发现所有这些电话的录音 曾多次被同一人调去 探员立马询问他这个人是谁 结果一看竟然是他自己的账号 这一下麻烦大了 如果找不到真正的内鬼 女接线员不仅要丢掉工作 而且很可能会有牢狱之灾 两个盗贼几个月内洗劫了几十栋别墅 而且每次都能够出入自由 只见他们熟练地来到花盆前 直接拿出了里面的备用钥匙 接着轻松地打开了别人家的门 然后不慌不忙地输入密码 屋内的警报系统就彻底关闭了 他们之所以对房主家的信息了如指掌 全是因为911接线中心有他们的内衣 因为每次人们呼叫救援的时候 接线员都会询问很多问题 很多私人信息就在这时暴露出来 经过调查发现 正是女接线员的账号 调取了所有案件的通话录音 莫非她就是盗贼的同伙吗 但是女人认为肯定是有人 盗取了她的账户密码 并且有机会这么做的人 只有自己的小徒弟 于是女人立马找到自己的徒弟 告诉她因为泄密的事 自己马上就要丢掉工作 而且很可能会有牢狱之灾 良心发现的徒弟 这才说出了实情 正是自己在一旁学习的时候 无意中看见了师父的密码 原来她的继父遇到了经济问题 所以就借了很多高利贷 为了帮助她还钱 小徒弟才将信息透露给她的继父 而此时她的继父正在作案 然而两人刚走进去 就被一大波探员团团包围 作为接线员的小徒弟 也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她辜负了群众对她的信任 为了一己之私 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故事到此结束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